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他提出申请 希望协助这个项目 然后是追溯历史的旅行 恰好道胜的好友 哲学家梅元猛向他提出了援助请求 于是 道胜加入了这个探索到跟文明起源的终日合作项目 追寻祖先迁移的足迹 探索自己到底从何而来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 道胜开始在充满好奇心的追求和安静的思考中 度过他认为的人生最后的二十年 但是 即便早一年过七旬 还是有很多事情被认为非道胜先生不可 道胜已经迎来喜寿 但他的平静生活却被一项意想不到的工作打破了 这就是日行的重建 民主党实现了政权交替 成为此事的契机 2009年平成21年9月16日 期盼已久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期待新政权的不仅是道胜个人 看一下当时的支持率就能知道国民有多么欢迎新政权 民主党政权的首任首相纠山 游季夫当初的支持率高达77% 这个支持率仅次于高举游政民营化大旗的自民党 小泉纯一郎政权的85% 在战后位列第二 道胜一直都支持的前缘 作为国土交通大臣入阁 前缘后来甚至几乎率领前缘派 问鼎首相宝座 道胜虽然对民主党政权的诞生表达了祝贺 但他有深深的危机感 因为他清楚 这个政权的基础非常薄弱 这也是他在政权交替终于实现时 特意说出我的任务已经结束了这样的话 以保持距离的原因 他多多少少提前感知到了日后国民 对于民主党政权的失望 但同时他又像往常一样 内心一贯的利他的想法蠢蠢欲动 希望能多少助上一臂之力 民主党最初面对的政治课题之一 就是日行的重建 担任国土交通大臣的前缘认为 除了指望传说中的经营者 道圣和夫登场之外 别无他法 所以 他三跪九寇递来请求帮助 道圣先生 事情就是这样 请您一定出手领导日行的重建 这个时候的道圣面无表情 道不是因为无法简单地给出答案 而不动声色 而是他认为 既然有可能拒绝 敷衍 答应对方 就是不诚实的 虽然面无表情 但他的大脑却在全速运转 日行的情况有多么严重 道圣早已从连日的媒体报道中充分知晓 出手帮助日行 其难度即便是用火中取栗 这样的语言来描述也远远不够 虽然也想给予协助 但行业完全不同 更何况 航空公司经营水平的下降 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所以 道圣认为 这不是轻易可以答应的事情 非常谨慎 所以 他给出了结论 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 我不合适 很抱歉 不能接受 但没过多久 钱缘又从其他渠道托人请求 道圣再次坚决推辞 然后 钱缘又来 这样反反复复了好几次 犹如诸葛孔明当年所授的三顾之礼一般 确实 包括雅西卡和Tato在内 到圣迄今为止成功重建了好几家公司 而三田工业的重建则是一个最为成功的案例 三田工业是一家复印机生产厂家 当年靠着复印就是三田这个广告曾风靡一时 1998年 三田工业由于应对复印机数字化的步伐缓慢 以及财务造假而导致业绩恶化 资金周转陷入困境 当时的社长拜托道胜 请一定帮帮我们的员工 1998年8月 雅西卡申请适用企业再生法 负债总额超过2000亿日元 这在当时是战后最大的制造业破产案 2000年1月 三田工业被认可适用企业再生法 作为经此100%控股的子公司 经此美达 走上新的起点 道胜将阿米巴经营导入其中 在确立经营管理体制的同时 推进哲学的落地 原三田工业的员工们为了重建公司 也都在持续拼命努力着 结果 比预定时间提前7年完成了再生计划 还推出了新的畅销产品 顺利地提升了业绩 经此美达经过重建 成为一家优质企业 前缘是熟知了道胜的事迹才来求助的 但是 三田工业的规模只及日航的十分之一 两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道胜身边的人都强烈反对 因为不但行业完全不同 而且日航是一家官僚体制的公司 看到日航 会让人想起曾经在电电工社操劳的真腾总裁的身影 不过 在思考再三之后 道胜接受了挑战 为了他的大意 挺身而出 如果这家企业都能得以重建 那么陷入困境的所有其他企业 应该都可以振奋起来 所以 重建日航并不只是救助一家企业 而且是救助日本整个国家 道胜想起了西南战争时 被年轻人拥立 不得不挺身而出的西乡龙胜所讲的话 既然已经把命交给你们 那就不惧粉身碎骨了 当时 道成77岁 已经不再年轻 他做好了折寿的心理准备来迎接这次挑战 命运驱使老茂年 小夜中山金右攀 在这里 必须讲一下日航陷入困境的历史过程 如果不知道日航的情况有多严重 就不知道道胜临危受命重建这个公司 是怎样一个悲壮的决定 日航是战后在政府主导下成立的一个半官半民的企业 利用日本人擅长待客的精神 开启了各种创新服务 包括率先在机舱内提供失毛金等 这在当时是全世界第一家 日航的员工都很优秀 所以日航成为象征日本国家的代表性航空公司 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 但是 由于背靠国家的意识 日航缺乏核算等经营意识 再加上涉及飞机采购和机场起降许可的利害关系 导致政治家频频插手 另外还有很早就被指责的与供应商内外勾结的问题 最成问题的是工会运动 这一点众所周知 日航有多达八个工会 甚至连年收入超过3000万日元的飞行员都还在要求进一步改善待遇 八个工会中的第二工会偏向管理层 所以与其他工会之间也有对立 导致情况极端混乱 低水平的经营得不到纠正 由于投资失败而产生的巨额汇率损失也没有任何解决的征兆 1981年上任的高牧养根是首任从基层成长起来的社长 他的上任一度被认为能提升公司内部的士气 结果却由于不断发生的事故 而导致经营雪上加霜 不断恶化 1982年2月患有心理疾病的机长拉动逆喷射手柄 导致在羽田海岸已经进入着陆状态的机体与海面激烈碰撞 结果乘客和成员死亡共24人 轻重伤149人造成了一起闻所未闻的事故 在此次事故三年半后的1985年8月12日 发生了夺走520条宝贵生命的玉朝英山123航班坠毁事故 这是世界航空史上死者人数位列第二的悲惨事故 日航有此信用扫地 公司的士气毫无疑问地坠入谷底 这一年12月 高牧被免去社长职务 钟曾根首相认为事态严重 为了改善日航的经营体制 决定将其民营化 在确定领导人时 拜托伊藤中商市会长赖岛龙三进行推荐 赖岛推荐的是中渊纺织 后来的加纳宝的会长伊藤纯二 他是一个以多元化经营和改善劳资关系著称的经营者 他先作为副会长被送进日航 第二年就任会长 当时的社长是运输省出身的原总务事务次官山地进 副社长是日航销售部门出身的立光松南 伊藤就像周围人期待的那样 着手协调劳资关系 推进多元化经营 但是协调劳资关系的路线滋长了工会的气势 使激进的工会和偏向公司的工会之间的牢牢对立更为严重 导致了公司内部各种匿名性 黑材料满天飞的状态 伊藤与山地社长之间的争执也愈加严重 伊藤大为失落 在一年三个月后就辞职了 劳资关系不仅没得到协调 留下的反而是一个劳资关系扭曲的烂摊子 山地的后任立光松南社长继承了伊藤多元化经营的方针 但这种轻率投资海外度假酒店的行为反而导致了与期望相反的结果 不管谁当企业的领导人 经营都得不到改善 不仅如此 安全上的问题也层出不穷 甚至被国土交通省发出了事业改善命令 社长的专横 涉及派系议员的丑陋的内部斗争 变成了家常便饭 再加上冷眼旁观的员工们 使社会舆论对日行进行猛烈批判 认为其完全没有吸取玉潮英山悲剧的教训 而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其经营雪上加霜 随着同时多发性恐怖事件 SARS和新型病毒性感冒等的问题 减少出境的趋势持续不断 而2008年发生的雷曼金融危机 则可以说是致命一击 日行终于陷入了进退围谷的困境 自民党探讨了各种民间救助的可能性 包括将日行与全日空ANA合并的方案 民主党取得政权后 就任国土交通大臣的前缘取消了自民党的方案 这与暂停八场水库的建设一样 象征着民主党和自民党在政治上的不同立场 从这个意义上说 日行重建让人有被政治利用的感觉 国土交通省此前虽已设置了有时之事委员会 但民主党的方针是转变官僚主导的政治生态 所以前缘大臣个人成立了特别调查委员会 开始了调查工作 在这个特调委中 领导人是高牧新二郎律师 此外还有富山和燕 澳总一郎等前缘的救治 其中高牧曾经主导了大融和加纳宝的重建 是企业破产和重建的专家 2009年10月13日 特调委提出了以银行放弃债权为主旨的重建方案 如果采用法律方式清理日行 可能有引发停航的风险 这引起了特调委的重视 于是他们得出结论 选择用民间的方式清理日行更为合理 也就是说 不依赖法庭的判决 而是一边与债权人协商 一边摸索重建的道路 如果按照企业再生法进行清盘 之前发行的股票就会沦为废止 高牧擅长通过协调各方关系实现企业的重建 所以他没有采用破产清算这种形式 而是努力探索自主重建的道路 同时 财务省希望尽可能减少公共资金的投入 已经计提了亏损的大银行 指望着用公共资金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虽说没有一家企业的重建是能轻易实现的 但由于日行的规模实在很大 所以要协调相关方之间互不相同的想法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 到了这个时候 民主党中试图问鼎下届首相的兼职人副首相兼国家战略担当大臣 与前缘城司国土交通大臣之间的势力争夺 也开始微妙地显现出来 兼一边斟酌财务省的意向 一边摸索减少公共资金投入的道路 试图不采用前缘所支持的特条委的方案 于是 破例使用企业再生支援机构的方案浮出水面 而这个机构原来只用于支援中小企业的重建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方案 是因为这个机构在兼大臣的管辖之下 结果 特调委将日行重建的任务 交给企业再生支援机构后就解散了 于是 企业再生支援机构又从头开始了调查工作 谁来做 局面都差不了太多 只有时间不停地流逝 结果问题越积越多 企业再生支援机构的再生委员长是赖户英雄律师 他和高牧一样 因处理过众多破产案件而闻名 赖户没有采用特调委提出的民间清理方式 而是摸索适用事前打包型 事前调整型的企业再生法 应该说这种做法吸取了民间清理方式的优点 这种做法反映出了一种思路 即如果不适用企业再生法对日行进行根本性的 以法律为依据的清理 纠正被特权绑架的经营 则日行就无法真正重建 因为不可否认的是 日行经营恶化的原因中 有特权势力绑架经营的因素 但是就结果而言 企业再生支援机构的重建方案 虽然有民间清理与法律清理的区别 但绝大部分内容都沿袭了特调委的方案 日行背负一兆5000亿日元的累计债务 2010年3月期预计产生2700亿日元的亏损 已等同于破产状态 股价当然早已暴跌 但围绕着是采用民间清理还是法律清理的问题 股价随着每天的新闻报道而呼上呼下 当时媒体已经听到了风声 似乎日行可能申请企业再生法 这样下去的话 日行的资金周转将会进一步恶化 已经没有犹豫的时间了 2010年1月13日 离申请企业再生法的预定时间已经不足一周了 企业再生支援机构的首脑层 在东京赤板的新大谷酒店与道胜见面 再次提出了支援请求 道胜说 我可以接受 但有几个条件 我希望不是作为清算管理人 而是作为会长 对日行的经营进行指导 我每周只有两三天能在日行工作 所以我也不收取报酬 机构方当场表示了同意 会议很快结束 在离开前 道胜从笔记本中取出了一张纸 在机构的所有在场人员面前读了出来 命运趋势老茂年 小夜中山金右攀 大西康之道胜和夫的最后一站 这是收录在新古今和歌集中的西行法师的和歌 小夜中山指的是位于静岗县挂川市左夜路的一个山峰 当时从京都去关东 需要越过陵路 小夜中山相跟着三大难关 小夜中山有夜哭时 传说到了夜里石头会哭泣 道胜将要面对日行重建这一巨大挑战 这和西行法师永叹晚年 悲壮旅程的和歌所描绘的心情不谋而合 从和歌中可以感受到道胜悲壮的决心 若非如此 道胜是不可能朗读和歌来故意演戏的 迄今为止 经词在其50年 KDDI在其27年的历史中 虽然募集过自愿离职者 但从未有过强制性的解雇行为 但道胜知道 这一次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了 考虑到这一点 他的心就隐隐作痛 成就新计划 只需要一颗不屈不挠的心 就这样 2010年1月19日 日行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申请 办理企业重建手续 同日 企业再生支援机构被确定为清算管理人 日行的负债总额为2兆321亿日元 是日本战后最大规模的破产案例 第二天 日行从证券交易所退市 造成包括持股不满一股的股东在内的 共计44万名股东的股票沦为废止 金融机构不得不放弃5215亿日元的债权 原有资本2500亿日元被100%减资 与此同时 企业再生支援机构实施了3500亿日元的增资 这笔资金来源于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的政府担保融资 因为是政府担保的融资 所以事实上就是国民共同负担的公共资金 企业再生支援机构计划通过让日行 重新上市来回收这笔公共资金 企业再生支援机构成为清算管理人 将在日行的协助下制定重建计划 东京地方法院将对其内容进行审查 如果判定重建可能性够高的话 就会批准适用企业再生法 清算管理人就将履行重建计划 但是看到统计资料就会知道 这件事情的难度有多高 根据帝国数据银行的调查 1962年以来 共有138家企业申请适用企业再生法 其中到2011年10月末为止 破产和清算等二次破产的企业占22.5% 算上其他原因 最后消失的企业就占到了42.8% 而最后实现重新上市的企业 在138家中只有9家 道胜他们将要挑战的是 幸存率7%的战斗 本来企业再生支援机构 就有义务在决定支援后的两年内终止支援 重新上市是有时间限制的 道胜要挑战的事业难度极高 社长西松瑶已辞职的形式 承担了申请适用企业再生法的责任 继任的是大西贤社长 而道胜则按计划就任会长 大西毕业于东京大学 来自整备部门 虽然这时的经营层还无法说团结的如盘石一般 但道胜个人背负所有期待 占到了经营第一线 接受日航重建工作的 只是道胜个人 他一开始就决定不给金慈增添麻烦 但无论如何一个人还是不行的 所以他带去两名部下 金慈通信系统公司KCCS 会长森田执行和长期担任道胜秘书的大田家人 他们当时分别是67岁和55岁 KCCS这家公司即使在金慈集团内部也是一家特殊的公司 成立于1995年 目的是将阿米巴经营的诀窍传授给其他企业 对于日航而言 正需要导入阿米巴经营 前面提到过 森田是道胜在路尔岛大学的后辈 大田则和道胜来自同一个街区 要师庭 上的也是同样的小学 从利命馆大学毕业时 大田不知道为什么 一心就想去海外工作 但最后还是选择了金慈 这是因为那是一家值得尊敬的同乡前辈建立的公司 他正如自己所期待的那样 被分配到了海外部门 后来还被公司派往乔治敦大学留学 是金慈历史上第二个留学海外的人 回国后 他被分配到经营企划室 道胜担任第三次行格审的世界中的 日本部会部会长时 任命他为刑格审会长的秘书 此后 他在道胜身边工作超过20年 可以说他比谁都了解道胜的思维方式 道胜任命森田和大田为日航清算人代理兼会长助理 将他们当作水护黄门中卧每隔之近一样的随从 一起带入了日航 2010年2月1日 道胜到任的这一天 在日航总部二楼的侧厅里聚集了200名干部员工 首先 道胜团队被介绍给了大家 之后 道胜起立讲话 我会竭尽全力让此次重建计划获得成功 不是为了股东 不是为了清算管理人 而是将经营的目标集中于一点 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 我将为此而努力投入日航的重建工作 接下来 他引用了自己敬爱的思想家中村天峰的名言 实现新计划 关键在于不屈不挠的那一颗心 因此 必须抱定信念 斗志昂扬 坚韧不拔 一个劲干到底 他以这样的内容作为会长的就任讲话 来敦促大家奋起 但是 道胜的讲话刚刚结束 有一名董事就脸色大变 冲到了大田面前说 那可不行啊 他跑来劝告 类似员工第一的精神 这样的话 在这个公司是行不通的 重建计划中 预定有削减人员 调整待遇等严格的重组内容 如果道胜在这个时候倡导员工第一的精神 就会正中工会的下怀 他们会将此视为承诺 阻挠重组进程 日航的董事们听到道胜刚才的讲话 都觉得心惊胆战 不过 道胜没有收回这个讲话 如果这样就收回的话 经营企业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从这件事中 道胜实际上感受到了这家企业深深的阴暗面 森田提出 把道胜就任讲话中提到的中村天风的话印成海报 贴到办公室的墙上 认为这样的语言一定能鼓舞人心 但是 即便是这个提案 日航的干部们也表示反对 因为处在重建的过程中 所以没钱印海报 森田回答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再经辞印好后运过来吧 结果 他们不情愿地同意了 这种公司 到底能不能重建啊 这些人的言行让人心情低落 一直以来 日航被称为计划是一流的 借口是超一流的 有必要纠正这种劣根性了 抱有深切危机感的森田 森田向道圣提请 要带一个人过来 这个人叫米山成 是森田在KCCS的左膀右臂 米山于1980年加入京慈 进公司后 第三年就参与了雅西卡的合并 后来又参与了三田工业的重建 是京慈内部的重建专家 于是 米山比其他成员晚了一个月来到日航 重建三田工业时 从京慈派出的重建团队 韩米山在内有十个人 但这次道圣带到日航的 仅有这三个人 日航这家企业 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比官僚还要官僚 这里的很多事情 在普通的民营企业根本就无法想象 道圣首先要来了组织架构图 一看才知道 日航共有约1500个组织 但据说其中有一些是没有员工的幽灵部门 后来 道圣尝试着调查了一下 发现实际上有人的 活着的组织只有600个 剩下的900个都是幽灵部门 大西康之道圣和夫的最后一站 日航会长见面会道成视察飞行模拟器于是 他询问了理由 结果吓了一跳 在日航一旦成立的部门 即使后来不需要了 也不关闭 而是任其闲置 但部门没人了 费用却还在产生 例如 曾经有过人的幽灵部门 办公室里仍然放着电脑 所以日航的电脑数量超过员工人数 道圣他们来到的是一个和金瓷完全不同的公司 经词内部有阿米巴这种灵活激动的组织 而这里正相反 在这种之前根本无法想象的组织架构面前 要理出头绪 找到下手之处 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 但是 社会舆论不仅不同情他们 甚至有很多打击 重伤他们的声音 用正确的思维方式 重振经营2010年4月 有一本具有冲击性的书发售了 书名是日航重建的谎言 看到作者的名字 道圣皱起了眉头 这是因为作者偏偏是乌山太郎 他因在第二林调强力推进国铁的拆分和民营化 显示出很高的见识而知名 道圣因看重这一点 而邀请他成为第三次行格审的部会委员 但正是他对日航的重建展开了猛烈的批判 国铁当时亏损了2兆日元 国家为其背负了27兆日元的债务 虽然国民到现在都在为其支付代价 但现在JR的7家公司却成功重建了 然而 期待日航实现这样的变化却根本不现实 更何况要在三年内实现V字形回复 这个牛也吹得太大了 最好的方法是让日航破产 将其国际线路卖给全日空 将全日空培育成日本的巨型航空公司 同时 批准地方航空公司自由参与国内航线 通过让其与全日空竞争 实现国内路线的价格下降 不能再将税收浪费在日航身上了 找不到任何不让日航破产的理由 重建计划成功实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即便是大名鼎鼎的经营者也可能晚节不保 与其说乌山是随随便便写这本书的 倒不如说 他作为国事对此事一份难评 将自己相信的主张画成了文字 此书对事实的描述几乎完全正确 有很多远见着实 但是想法和思维方式是不同的 乌山和道成不一样 他可以对日航破产给员工带来的痛苦熟视无睹 而这种态度往往会留下比痛苦更深的伤痕 即便是成功重建了日航的道圣 后来也曾被起诉过不当解雇 还有一点就是乌山过滴滴评价了道圣和夫这位经营者的真正实力 如果无法造就奇迹就不是神了 他忘了道圣是继松下性之助之后被称为经营之神的人 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重建日航的道圣已经义无反顾了 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了解日航的工作现场 他来到飞机的整备工厂和各个机场进行视察 和各处的工作人员谈话交流 对于人数超过100人的子公司社长 他对每个人花一个小时全部一一面谈 总共花费100个小时以上 如果没有吃午饭的时间 他就在一楼的便利店买来饭团 以此打发 道圣通过不断面谈 非常清楚地了解到 日航的每个角落都渗透着原国有企业的骄傲 员工们到现在为止都不认为自身的角色发生了变化 在考虑利润之前 应该优先考虑安全 考虑到公共性 即使是亏损航线也要飞 这些虽然都是很好的想法 但如果没有利润 就无法投资于安全 也无法确保航线和采购飞机 他们尽管知道如何驾驶飞机 却不知道如何才能持续保障飞行业务 于是 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日航中最为棘手的就是工会 道成对这一点早有心理准备 周围的人也都认为工会不好对付 但道圣的诚意出乎意料地快速深入了人心 支持工会的民主党 以三顾之理请到道圣出山重建日航 也是让他们打开心扉的原因之一 道圣回想 当时的情景 对笔者是这么说的 不是以所谓精英的姿态 而是以作为一个普通人 什么才是正确的为焦点进行对话 所以在对话过程中 渐渐地产生了对我予以信任的感觉 顽固地拒绝道圣的经营指导的 不是工会 而是掌控经营中枢的干部们 道圣是一个外行 根本就不懂航空业 他们这么想并非全无道理 确实 道圣对业内的事情一无所知 但企业经营的基本原理 原则是一样的 日航从2010年5月26日开始 和今词一样 每月一次召集董事 召开业绩报告会 这样一来 这个公司的问题点马上就浮出水面了 让人震惊的是 仅仅做到能够在上个月各项数字的基础上展开讨论 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现场虽然知道数字 但没有收集这些数字的系统 而没有数字 公司的经营就不可能成立 民营企业中所说的经营 在这个公司里是不存在的 于是 道圣他们赶紧制作了A3大小的业绩报告会的会议资料 纵向排列了约70个科目 横向排布了阅读计划的数字 实际 预定等详细的数字 总数多达六七十页 以这个资料为基础 会议从早到晚持续了三天 道圣指示 各本部需要对自己每个财务科目的年度计划 和阅读实际之间的差额 做出详细的说明 对于没有完成业绩 却毫无危机感的本部长 道圣大发雷霆 你好像是在谈论别人的事情一样 但事实上 这就是你担任领导的结果 他又说 不懂微观 就没有资格谈宏观 如果不了解现场的成本 特别是不了解 按各个要素细分的成本内容的话 就根本不可能正确地谈论经营 有些人当场回答不了 于是说 我回去问一下 道圣对此绝不允许 所以大家都很紧张 所以会看到有人进行事先演练 就像在国会上大臣们的答辩一样 在发表时 让相关的部下坐在自己的后面 而且 道圣仅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 同意这么做 会议资料的格式也频繁发生变更 这是因为道圣几乎每个月都会给出详细的指示 下个月开始这个科目的顺序变更一下 这个科目的名称 要再讨论一下 等等 繁重的工作 需要由接受道圣指示的大填来完成 当他询问变更的理由时 道圣清楚 明白地给出了理由 按现在这个顺序排列的话 员工的干劲上不来吧 用这个科目名称的话 员工看不明白吧 等等 道圣只是说 预算这个词不好 预算这个词永远不要再用了 于是 他决定用计划替换预算这个词 道圣努力将经词会计学和自己的经营哲学 渗透到业绩报告会的会议资料中 并且想办法结合日行内部的情况予以讲解 日行的干部们开始切身地感受到 什么才是真正的经营 结果 业绩报告会上所使用的会议资料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格式才最终定型 道圣就任会长之后 每次都是特地从京都先到伊丹空港乘坐日行的飞机去往东京天王州的日行总部 其实 乘坐新干线的画会较为轻松 但道圣认为为了了解现场 乘坐日行飞机也是工作内容之一 而且 他每次都坐经济舱 大田所著的日行的奇迹一书中 介绍过这样一个插曲 有一次 秘书部接到了一封客户来信 信中是这样写的 前段时间 我坐日行的飞机从大阪去羽田 我坐的是经济舱 到达目的地 飞机降落后 有一位坐在我旁边的 比我年长的老人 特地帮我从行李架上取下了行李 我当时急着离开 没来得及道谢 我觉得 那个人似乎是道圣先生 所以写了这封信 如果真的是道圣先生本人的话 希望借此表达我的谢意 大田把这封信拿给道圣看 据说 道圣只说了一句话 是我呀 重视乘客理所当然 行李是我帮忙拿下来的 怎么了 即便被称为经营之神 他的行动和生活态度 与经词初创时期相比没有任何变化 道圣觉得 酒店的自助早餐量太多了 有点浪费 所以 公司一楼的便利店就成了他的专属 自己在便利店购买盒饭 回到会长办公室里食用 成了他的日常生活 每次从家里出发时 曹子都会为他准备好周一到周五 穿的衬衫和内衣 放进包里 道圣有一次和他的朋友穿上 偶然提到这件事情 穿上问他 不用把一周的替换衣服都带去吧 用酒店的洗衣服物不就行了 道圣似乎从来没想过这么奢侈的事情 不好意思地说 以前的老习惯了 据说 后来两个人相识大笑 这就是道圣的活法 用哲学形成重建的合力 到日航上任三周左右的时候 道圣命令大田开始实施领导人教育 着手对干部们进行意识改革 日航的人不理解 道圣的经营手法 不知道领导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区别 引领团队向前的才是领导人 所以道圣绝不将经营各自阿米巴的负责人称为管理者 道圣确信 日航意识改革所需要的 不是学习管理手法的管理教育 而是旨在塑造作为领导人的应有觉悟 以成为合格指导者为目标的领导人教育 但令人意外的是 企业再生支援机构居然表示反对 因为他们的期待是 能在短期内带来经营改善 也就是道圣具有塑效性的经营手法 干与不干的争论持续了两个月左右 最后企业再生支援机构方妥协了 2010年5月1日 旨在实施领导人教育的意识改革 推进准备室在日航内部成立了 很快 问题就出现了 意识改革推进准备室的负责人 打算将领导人教育外包给外部的咨询公司 如果不是自己干 那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交集的大田阻止了这个行为 因为他发现 意识改革首先必须从意识改革 推进准备室的负责人开始 为了彻底改变日航干部的意识 大田提出了每天三个小时 每周六天 除周日外 每天都要进行培训的方案 结果 干部们纷纷反对说 如果这样的话 就会对日常业务造成障碍 最多每周两天 结果取了中间数 定为每周四天 制定了从6月1日到7月7日一个多月的短期集中培训课程 首届培训课程的实施对象是大西社长 及包括董事在内的52名经营干部 即便是社长也不能例外 6月1日 全体参会人员集中在董事会议室 第一次领导人教育 从道胜讲解领导人应有的姿态开始 为了唤醒大家的意识 道胜特地用了严厉的语言 你们已经让这家公司破产一次了 正常而言 你们现在应该是在职业介绍所找工作 他反复强调 没有利润 就没有安全 营业利润至少要超过10% 虽然有人内心强烈抵制 并且发出难道利润比安全运行更优先吗的责问 但大家都心知肚明 道胜的意思不可能是牺牲安全去追求利润 明知自己会受到批判 但道胜还是要在干部们的头脑里植入核算意识 不是为了完成重建计划 而是为了在10年、20年后 日行仍能继续生存下去 道胜讲完后 分成各小组讨论 第二天还要提交学习汇报 每一篇汇报道胜都亲自过目 之后 由大田担任主要的讲课任务 而道胜每周一次对经营12条进行讲解 会计期原则 则让大家观看了道胜在洛尔岛大学的演讲视频 此外 道胜还拜托经词顾问伊藤千介和KDDI会长小野四正进行讲课 成和熟的各位也给予了很多协助 让人感激 接受讲课任务的圣和熟的熟生们 羡慕地对日行的干部们说 你们真的有福啊 可以直接向熟长讨教 但是 日行的干部们当时似乎还不以为意 事实上 自从听说道胜挺身而出接手日行的重建工作后 成和熟的熟生们就已经行动起来了 无需谁带头 大家自发地开始支援熟长 很快就成立了55万人支援日行有智慧 当时 成和熟的熟生大约有5500人 如果每个人带动100个人乘坐日行的话 就有55万人 所以叫55万人支援日行有智慧 另外 为日行的员工写下鼓励的话语 在成绩时交给他们表达支持 这样的运动也在开展 大家都认为 现在就是报答署长 平时无私指导的最好时刻 为此而东奔西走 所以 道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第一天的领导人教育课程结束后 当场举行了空巴 但对于在场的董事们来说 最尴尬的场景可能是道胜招呼他们 过来过来 到这里来 再喝一点吧 他们纷纷拒绝了道胜的邀请 很多董事都在课程结束不久后离开了房间 甚至有人说 没时间讨论精神论的问题 在一旁看着道胜的大田后来回忆说 作为旁观者的 我恐怕比道胜更难受 经词是空巴 基本是全员参加 这在当时的日行还没能实现 但是 让他们的态度 发生巨大转变的契机到来了 这就是第一届领导人教育结束时 举行的寄宿空巴 按计划 培训会场要转移到外部的酒店 当天培训结束后 就直接住在这个酒店 后来找到了一家里总部较近的 位于川崎的廉价商务酒店 但参会者的脸上还是浮现出困惑的表情 大田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将培训结束后的空巴改为 在塔塔米上举行 他把会议室里的桌椅全搬了出去 把借来的塔塔米铺在地上 全员围坐一圈 除此之外 没有做任何改变 但仅仅这一个小小的改变 就让空巴的氛围迥然不同 大家的心情一下子放松起来 到了要参加者表明决心的环节 每个人讲话的时间规定是三分钟 结果 大家都很兴奋 规定时间内总是讲不完 甚至有人讲了两次、三次 大家本来就都是从内心非常热爱日航的人 想说的话实在太多了 慢慢地 大家和道圣团队之间的心灵隔阂 终于逐渐消失了 大田凌晨两点才回房睡觉 但有的人到了凌晨四点还留在会场讨论 现在 这一天的集训在日航内部 被称为传说中的集训 以此为转折点 日航的空八一下子变得气氛热烈起来 经词的风格是一旦气氛热烈 就会有人唱歌 开始时 第一届领导人教育的结果很让人担心 但最后 大家是带着期盼的心情迎接最后一天的课程 这一天又是道圣担任讲师 他非常干脆 利落地进行了收尾 结果52名经营干部全员都出席了总计17次的全部课程 提交了很多作业和报告 所有人都全勤出席了 以前的日航没有让全部懂事都集中起来学习的机会 一有会议就会有人说有点事情走不开而缺席 对于了解日航以前情况的人来说 现在的日航看起来太不可思议了 就这样 董事和管理干部的意识首先发生了转变 大西社长很早就想为新生的日航制定新的企业理念 但不确定是否应该像经词一样 奉行员工第一主意 他认为在考虑工会会如何反应之前 先要思考的 是日航这家公司的股价以贬值为零 使得债权人不得不免除其债务 这样一家企业 在企业理念的最前面就加入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 这样的语言是否恰当 关于这一点 董事之间也有过讨论 大西斯来想去 没有结论 于是找到盛商量 道胜当场回答说 我认为这样的企业理念才是永恒不灭的 只要是企业 不管是否处于重建的过程中 员工第一主意是企业存续的支柱 这一点具有普遍性 道胜一句话就确定了日航企业理念的股价 制定了日航企业理念之后 此理念立刻在公司内予以贯彻 在每次培训开始时 全员起立 共同送读就成了惯例 日航集团在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 向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 提高企业价值 为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 接着 道胜又向大田发出了指示 不仅要制定企业里面 还要制定日航自己的企业哲学 于是 2010年12月 日航哲学制定完成 第一部分以为了度过美好人生为题 第二部分是为了成就卓越的日航 将美好的人生放在卓越的企业前面 也体现了员工第一的精神 即通过自我实现目标 而让公司变得更好 希望将这种思想在全体员工中予以贯彻 接着 从2011年4月起 日航开始了以整个集团全体员工为对象的日航哲学教育 每三个月一次 每次两个小时 以培训的形式进行 从改变员工的思维方式入手 正是字面意思上的意识改革 这是一个让大家形成合力的过程 在日航哲学中加入了精词哲学里没有的新内容 例如最佳交接棒等就是新内容 就是说不是只考虑自己负责的工作 同时也要为下一道工序的人考虑 这样做的话工作就能更顺利地开展 一直以来 日航的飞行员从不和别人打招呼 不仅对员工 对客户也从不微笑 他们不愿取悦周围的人 保持清高甚至高人一等的感觉 并以此为荣 此时 这一现象逐步发生了改变 这就是努力践行最佳交接棒的结果 大家思想一致 共同语言就不断增加了 部门间的沟通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而且 日航内部的氛围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有一天 道圣在干部员工面前这样说道 我爱日航所有的员工 虽然我可能还会说很多不近人情的话 但这是因为我真心祈愿大家幸福才说的 以后的道路还很漫长 很艰难 让我们一起努力 这时候 在一旁的大田看到好几名干部都落泪了 大田吃了一惊 于是询问原委 他们是这么回答的 这种时候 领导人一般都会说要更加努力等激励的话 但道圣先生却说他爱我们 所谓爱 意味着牺牲自己 为对方竭尽全力 听到这样的话 我很感动 眼泪就流下来了 大田家人日航的奇迹当初的警戒心渐渐消退 道圣的语言开始直达他们的内心了 在日航也实现了全员参与盈利的经营在思维方式之后是干法 企业再生支援机构从一开始就举双手赞成道圣团队在日航导入阿米巴经营 听到日航将要重建的消息 国内外超一流的咨询公司都蜂拥而至 向企业再生支援机构提出帮助重建的申请 但在这么多全世界先进的经营手法中 企业再生支援机构选择的是道圣 是阿米巴经营 森田执行全员参与盈利的组织让日航成功重建的阿米巴经营的教科书 道圣首先着手的 是实施阿米巴经营所需要的制度建设 2010年5月在开始召开业绩报告会的同时 挑选40岁左右的管理人员启动了组织改革计划 这些人正是要接棒下一个时代的年轻人 虽说道圣团队已经给出了很多经营建议 但真正承载日航未来的却是他们 所以他们认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夜以继日的不断构思终于在7月提出了报告书 以此为基础 在8月到11月间公司对人事制度进行了讨论 12月开始 道圣坚定地推进组织改革 将公司内部的部门分为能够直接核算的事业部门 和从侧面支持事业部门的事业支援部门 并设置了相当于推荐阿米巴经营的总指挥部的路线统括本部 道圣对这一部门极其关注 他们要实现的目标 简单而言就是在第二天就能看到前一天每个班次的收支数字 一架飞机飞起来 从飞行员、空乘人员、整备人员等的人工费 到飞机的租赁费、航游费 以及机场的电费、水费等五花八门的费用 需要对这些费用进行分析 直到最后得出单位时间的附加价值 就这样 路线统括本部踏出了阿米巴经营的第一步 就任本部长的是 道圣一直以来就予以关注的一个人物 后面会谈到 总之 随着阿米巴经营的导入 日行的员工们就如同在金瓷工作一样 全员都有了共识 当时 担当路线统括本部国际航线的米泽章是这么说的 我们这个路线统括本部可以说就像一个制造工厂一样 比如说 要让一架飞机上天 需要从拥有飞机的部门买来航班所需的飞机 从客室本部买来客舱乘务员CA 从航运本部买来航运乘务员飞行员 从整备本部买来整备人员 就这样 把一个航班像一个产品一样制造出来 交给旅客销售本部去进行销售 在销售本部完成销售后 向他们支付销售用金 从销售本部的总售价中减去手续费以及支付给各本部的进货 和金额后的所得就是路线统扩本部的利润 这些人员基本上都坐公交车或轨道交通上下班了 销售部门也不再产生招待费和会议费了 这是因为阿米巴经营的优势在日行得以发挥作用 如果仅仅单方面的接受上级的命令去削减成本 员工的士气就会低下 但在阿米巴经营中 削减成本意味着提高阿米巴自身的收益 所以反而会提高士气 所以 渐渐的就不再有人认为业绩是经营干部负责的事 跟自己没关系了 各个部门的员工开始主动想方设法地削减成本 飞行员也开始拥有成本意识 他们一起努力出谋划策 通过改善飞行路线去提升燃油的效率 原先空乘人员会用乘客使用的纸杯装上饮料送到驾驶舱 后来这种行为也停止了 改为飞行员自己从家里自带水壶 减轻重量就能提高燃油的效率 客舱乘务员为了减少自己带入机舱的行李 在办公室里放置了称阳工具 开展每个人每天少带500克行李的行动 就是通过共有这种彻底的 以分为货币单位的成本意识 节省到每一个螺丝 每一个纸杯 结果日航一年就成功地削减了800亿日元的成本 同时收入最大化也从小时入手 例如开展了鼓励升舱的宣传活动 高一等级的座位有空坐时 就会在直机柜台和登机口引导乘客升舱 机内销售以前没有严格的目标管理 现在则给空乘人员设定了一次飞行约10万日元的销售目标 在办公室的白板上公布各自的达成率 并需要向阿米巴的负责人汇报 此外 原飞行员后补生因破产而中断了培训 转入了地面勤务 他们中有人提出了日航卡的会员方案 结果全公司都被动员起来 参与到了入会的宣传中 于是设定了从2010年11月到第二年3月底为止 要达到10万会员的目标 以全工种为对象 确定了每个人要获得三名会员的定额任务 在公司内的公告板上 在各阿米巴的下面贴上名字 达成任务的人就用荧光笔画掉名字 全员团结一致 朝着最终目标努力 当然 也并不是没有人抱怨 但从整体而言 阿米巴经营的导入也好 宣传活动的实施也好 都是正面效果更为显著 这是因为每个阿米巴都能实时了解自己努力的成果 而因为被分成了各个小团队 所以每个人都能够实际感受到自己在团队中的贡献 大西社长回顾当时的情景时 这样说道 如果要在两个月后才被告知 自己在之前比赛中获胜的结果 仍是无法被激励的 在三万人的团体战中 无法搞清楚自己到底做了多大贡献 但如果是十个人的小团队中 每个月就都知道比赛的结果 这样的话 员工们就会对结果有喜有忧 会有这次赢了或这次可惜了的直观感受 日航以前是一个没有欢笑也没有泪水的组织 通过阿米巴经营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组织 接下来又要谈到公司的重建计划了 这个计划的制定过程非常慎重 比预期晚了两个月 到了2010年8月末才提交给东京地方法院 按照计划 重建手续开始的时候 资不抵债的额度是9592亿日元 破产当年的财政年度 也就是2010年3月7的营业盈亏情况是亏损1337亿日元 从这种状态开始到重建初年的2011年3月期 一下子就要实现641亿日元的营业利润 也就是说要实现V字形回复 这就如同吃人说梦 果然有些有识知识提出了疑问 说这些数字都是纸上谈兵 确实这些都是以重新上市为前提而制定出来的数字 但是事到如今也只能朝着这个方向去拼命干了 国家投入了公共资金 如果重建失败 会给国民带来很大的麻烦 也会给日本经济带来很大的打击 11月30日 适用企业再生法的决定下达了 接下来的12月1日实施了100%的减资 企业再生支援机构按计划以每股2000日元的价格 共出资3500亿日元 日行成为企业再生支援机构100%控股的子公司 按照重建计划必须实施大规模的裁员 小善是大恶 大善似无情 日行哲学上虽然是这么写的 但要将无情的裁员视作通往大善的道路是有难度的 道胜要挑战的是 在进行人员调整的同时 提高员工的道德规范 这是一个超级难题 从总部员工中计划招募 占总人数一成左右的自愿离职者 也就是说 削减的目标人数为1500人 招募自愿离职者的具体目标是 航运乘务员、飞行员370人 客舱乘务员550人 综合职位580人 内涵整备人员480人 办公人员100人 综合职位的第一次招募就达成了目标 但飞行员和客舱乘务员的招募没有达成目标 结果 2010年12月 对飞行员81人 客舱乘务员84人进行了整理解雇 所谓整理解雇 是在不解雇人员 企业就无法维持运营的时候采用的最后手段 这果然也留下了很深的伤痕 后来 飞行员74人和客舱乘务员72人成为原告 以不当解雇为由 起诉了日航 2011年2月8日 在日本记者俱乐部的演讲中 关于这次整理解雇的问题被提了出来 对此 道圣是这样表达他的一片苦心的 重建计划中承诺的人员裁减还缺160名 要说如果留下这被整理解雇的160人在经营上一定做不到 那也并非如此 大家对此都很清楚 但是 日航迄今为止不断地违背自己许下的承诺 这次重建计划中又做出了承诺 而且法庭和债权人都认可了 所以不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再次实言 我们当然也于心不忍 有很多想帮助他们的想法 但因为有遵守承诺的大前提在 所以不得不如此 虽然现在因不当解雇被起诉 但我们希望将来一定以某种形式对他们做出补偿 要说如果留下这160人在经营上一定做不到 那也并非如此 这句话真的是不应该说的 这和重建计划中的人员削减目标是矛盾的 虽说重建计划是以企业再生支援机构为中心制定的 但最后还是得到了道胜的认可 道胜一直以来都标榜员工第一主意 发誓绝不裁剪员工 并一直照此经营企业 脱口而出的这句话 表达了他对此极度懊恼的心情 2012年平成24年3月 东京地方法院做出了解雇有效的判决 原告虽然再次上诉 但高等法院仍然维持原判 2015年2月 最高法院给出了放弃上诉 诉讼不受理的终审裁决 日行在此后业绩得以恢复 又开始再次大量录用客仓乘务员 被整理解雇的那些人听到这样的报道 心里恐怕更是纠结不平 法院虽然判决公司获胜 但最后整理解雇给世人留下的是罪恶深重的印象 奇迹般的V字形回复 日行的重建不能沦为意识性的严命措施 所以必须将经营民营企业的基本要素予以融入 达到使其无法轻易回到过去的程度 于是道胜在推进重建计划的同时 着手选择能继承他经营精神的后继者 他打算让这位后继者担任新生日行的下一任社长 而自己则卸任会长一职 他很早就有了众议的人选 而且是在日行内部 2010年12月 航运本部长植木疫情被叫到了会长办公室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植木有些忐忑不安地进入了办公室 道胜开门见山 你来担任路线捅扩本部长吧 植木当场目瞪口呆 植木作为最莫习的董事 担任航运本部长才刚刚十个月 虽然听说了要设置阿米巴经营的核心组织路线捅扩本部 但仅仅是猜想谁会担任这个本部长 根本没想到自己身上 我既没有这样的知识 也没有这样的经验 植木坚持不受 对此 道胜仍然面不改色地说 这些我都知道 自从来到日行 道胜就在仔细观察董事们 最后他把目光放在了植木身上 植木是历史剧明星片当千惠藏的儿子 曾当过儿童演员 经历与众不同 他希望成为飞行员 却没考上航空大学 但他进入青印艺术大学法学部后 仍然没有放弃飞行的梦想 再次报考后终于合格 并于1975年加入日行 道胜当初就觉得下一任社长最好是由基层锻炼上来的 如果让飞行员出身 又具有声望的植木就任社长 对公司内部的管理也有好处 作为企业再生 支援委员长来到日行的赖户英雄当即就赞成了 到此为止的一切 几乎完全按照道胜的规划在进展 日行由于导入了阿米巴经营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盈利能力 一度看起来高不可攀的重建计划开始进入设成范围 人心焕然一新 员工的道德规范也得以提升 后继者的人选也有了 谁都认为 剩下的就是等待完成重建手续和重新上市的那一天了 但是老天给了他们考验 做梦都没想到的 前所未有的天灾降临了 不是别的 就是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 不过 这时的日行已经强大起来了 正所谓疾风之浸草 大家忘记了公司还在重建的过程中 瞬间振奋起来 投入赈灾复兴中 举全公司之力向东北运送救援物资 地面的道路网和铁路网都已严重损坏 日行上下团结一新 下定决心替代东北新干线运送物资 直至其恢复运行 用作为人 何谓正确来判断事务贯彻现场主义判断和行动时 带有紧迫感等日行哲学的精神在这里 发挥了作用 如果是以前的话 一开始恐怕是各个纵向部门的代表先碰头开会 但当时首先是现场接二连三地给出了提议 山形机场没有受损 我们可以将其作为发送临时航班进行大量运输的中级机场 结果 这个方案被采纳了 国土交通省向山形线提出了请求 让山形机场24小时运转 以应对救援需求 山形机场原先一天只能发送四个航班 每个航班的机型只能坐50人 日行员工从全国各地到此集结 开始准备接收体制 在植木领导下的路线 统阔本部也全速运转起来 他们对全部航线进行重组 甚至延长了原先决定要退役的路尔岛航线 所用空客飞机的服役时间 想尽办法调集飞机 接下来就开始向山形机场发送临时航班 航班数量达到了2723个 安奈也做了同样的努力 但就发送航班数量而言 日航胜出 根本看不出这是一家前一年已经破产的企业 甚至可以说 比破产以前更好 因为以前的日航根本无法实现如此迅速的应对 他们为了支援灾区而全力以赴 但最终灾难也波及了他们自身 包括谣言等的影响 导致国外观光客和商务人员急剧减少 国内的乘客数量也下降了 如果是以前的日航 业绩恐怕就会随着环境的恶化而不断恶化 但现在 他们一边支援灾区的复兴 一边也没有放弃完成重建计划 正是在这种危急时刻 才能看到阿米巴经营所发挥的真正作用 所有的阿米巴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全力以赴面对危机 大家都在思考自己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共同出谋划策 最佳交接棒的循环在公司内全面满负荷运转起来 当时每个航班的收支都已经能在第二天看到了 利用率一旦降低马上就能发现 不花什么时间就能适当地取消航班 此外 更换小机型及机组成员等操作也能在精密计算的基础上实现了 本来日航的员工就很优秀 甚至超优秀 路线捅托本部的人甚至已经考虑到日航在国外机场专用候机室的税费了 细小数字的累计使正确的预测成为可能 将问题的影响限制到最小 这都是拜道圣的熏陶所赐 因为所有的数字都实现了可视化 所以哪个部门现在有困难 哪个部门正在努力 一眼就能知道 有困难的部门即使不发生 大家也会去支援 努力的部门则会得到全公司的赞誉 原计划到三月底才截止的日航卡会员募集活动 毕竟还是由于三月中旬地震的发生而打算终止了 通过互联网统计实际会员人数的工作也休止了 这个时候 仙台机场的整备负责人接到了一个电话 我们这里一直在发送会员人数的信息 为什么你们那里数字没有更新 这竟然是灾区的同事打来的电话 他们没有放弃 还在努力 这件事反而让大家获得了勇气 会员募集活动继续进行 到了三月底 还有一万人左右的缺口 于是延期了三个月 结果成功地达成了十万人的目标 日航员工对于目标的执着程度和以前是全然不同的 员工们一边努力将赈灾的影响限制在最小范围 一边扎扎实实地提升业绩 公司重建手续结束后 接下来的目标是重新上市 关于重新上市的主要承销商的选择 从过去与日航的商业往来来说 野村证券一度成为热门 但结果日航内部决定选择了大和证券 这是因为从经词上市开始 就与大和证券建立了长期的信赖关系 但是重新上市的道路并不好走 虽然两年来不断努力 彻底削减了成本 但这也是有极限的 如果业绩只在重新上市前高涨 而在此后无法持续的话 即便真的上市了 也只是给股东添麻烦 而且主导业绩恢复的道胜 要在重新上市后退出经营第一线 这已是基本确定的方针 没有了超凡领袖的日航 无法保证不会回到过去的官僚体制 考虑到市场相关者的不安 重新上市必须甚至诱甚 所以他们反省了日航在破产之前 由于大股东的动向而导致股价忽上忽下 决定寻找战略投资人 这也造成了后来重新上市时股票数量的减少 日航首先向主要银行和商社提请 希望他们持有股票 但根本无人问津 因为日航的股票沦为废纸是不久之前的事 他们的反应可以预料 接盘方一直没有出现 只有时间在不断地流逝 虽说精词从一开始就决定成为战略投资人 但除此以外给出同一答复的 只有东京海上日动火灾和盗盛朋友们的公司 就这样 在公司重建手续快要完成的2011年3月15日 公司进行了一股2000日元 和继127亿日元的定向发行 投资的共有8家企业 经此和作为主成销商的大核证券 购买了100亿日元的股票 占了一大半 为了重新上市 可以说一切都渗之又渗了 但这次定向发行的时间点时 再是太糟糕了 这是因为 公司重建的完成和财年的结束都已临近 内部人员都知道财报上的数字有多好 尽管非上市公司不是用内部交易限制法规 但如果被人认为这是不当收益的话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当然 大核证券在事前已经对法规进行了确认 做出了没有问题的判断 但这在日后仍然受到了指责 在匆匆忙忙中 迎来了2011年3月28日 日行的公司重建手续终于顺利完成了 日行重建的速度远远快于当初的预测 2011年3月7的营业利润合并报表为1884亿日元 创下了历史最高记录 这个数字实际上是重建计划 所预期的641亿日元的三倍 不仅如此 第二年的2012年3月7决算被认为利润一定下降 但实际上又创造了历史最高的营业利润记录 达到了2049亿日元 连续两年打破记录 日行完全按照字面意思实现了V字形回复 翻阅2012年3月7的决算报表会发现 销售额比破产前下降了四成 这是因为削减了航线 以及出售了一些不盈利的事业 但同时因为彻底削减了费用 甚至把销售费用减少了一半 才创造出了历史最高利润 证券分析师在日行重新上市前分析其财务状况 对阿米巴经营的威力大为惊叹 而且在彻底杜绝浪费的同时 道胜没有忘记要把日行的魂留下来 这就是东京旧金山航线 日本最早投入运营的国际航线 就是由日行开辟的从羽田机场出发 经由火努卢卢到达旧金山的航线 虽然这条航线与飞往纽约的航线相比 收益更低 但因为其蕴含着追忆前人努力的纪念碑式的意义 所以被特地保留了下来 企业的价值仅用数字表达是远远不够的 真正支撑企业的是眼睛 无法看到的员工的道德规范和自豪感等账外资产 所以 道胜用行动告诫大家不能将过去的历史全部否认 而是要对前人艰苦奋斗创下的基业表达敬意 并充满自信地将其代代传承下去 要谦虚 不要骄傲2011年1月11日 植木再次被道胜叫去谈话 当他进入会长的办公室时 发现除了道胜 赖户也在 当他被告知下一任社长就是你了的时候 他已经一点也不惊讶了 于是 2月15日 在临时股东大会后的董事会上 植木就被任命为社长 大西就任会长 形成了大田家人作为专务董事支持植木的形态 新体制就此开始运行 卸任会长的道胜 作为没有代表权的名誉会长 将注视着日航 直到重建完成 社长的就任会议上 新任社长植木发表了日航集团中期经营计划 计划中公布了出于对燃油效率等的考量 要将被逆称为巨人的波音747飞机退役的方针 考虑到与此有关的整备人员的存在 专家之间也曾有分歧 所以这是一个下定决心的举措 仅仅依靠重组无法期待企业的持续成长 所以植木在会上也强调了会将同样来自波音公司的最新型的787从35架 增加到45架 以强化国际航线 新官上任 就显示出着眼于重建之后的进攻姿态 没有辜负道胜等人的期待 2012年9月19日日航终于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一步重新上市了 自2010年2月退市算起 仅用了两年零七个月 不仅在幸存率7%的战斗中获得了胜利 而且这个胜利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实现的 但与此同时 大和证券的压力却很大 他们的销售现场据说是出现了类似于下法的日航法 实际上 相对于发行价格的3790日元 重新上市时的新股价格为3810日元 好不容易才没有跌破发行价 但已经很危险了 前面曾提到过 企业再生支援机构向日航出资了3500亿日元 机构在一年10个多月的投资期内 获得了3000亿日元以上的资本收益 此外 日航从日本政策投资银行获得的6000亿日元的融资也全额返还了 日航的破产对国民经济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但至此已将所有公共资金予以返还 成功地把伤口控制在了最小程度 盗盛在重新上市时对日航的全体员工发出了如下信息 要谦虚 不要骄傲 要更加努力 此后 要谦虚 不要骄傲 成为日航的口号 回顾一路走来的历程 日航重建的道路绝不平坦 在破产之前 谁都认为日航无法重建 破产后 关于重建的方法又是百家争鸣 由于政权交替的混乱和对于财政恶化的担心 财务省不断向日航施加压力 而且日航还被卷入民主党政权的内部斗争 最后还遇到了做梦都没想到的东日本大地震 日航内部最初就像刺猬一样充满了戒心 还有论调批判道胜将利益置于安全之上 但是随着正确的思维方式的招式和不断在实际中取得成果 大家逐步打开了心扉 随后 他们将道胜的经营哲学视作希望的曙光 不断努力 最后顺利度过了极其困难的时期 直目后来回顾道胜 重建日 航时是这么说的 我经常会被问到 道胜名誉会长来到日航的这三年里 公司和员工的什么地方改变最大 用核算意识提高了 这句话来回答应该比较好理解 但我感受到的最大变化是员工的心灵变得更美好了 这是他人难以企及的 只有道胜和夫这个经营之神才能创造的 名垂日本经营史的奇迹的重建 但到了日航重建已然成功的时候 世间的舆论却又反转了 有人开始说 如果是这种手法的话 谁都可以做到应该是 有了什么利益才接手的吧 诸如此类的话 上市前的定向增资被认为可能有问题 所以在国会也被提及 大西会长甚至被叫到国会制政 Welcome的重建也成了批判的对象 在出售DDI秀真电话公司后 京慈和KDDI还持有Welcome四成的股份 这家公司的重建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经营课题 在日航申请适用企业再生法的第二个月 Welcome也和日航一样 申请适用事前打包型的企业再生法 除了企业再生支援机构以外 还请求软银和投资基金Advantage Partners的支援 结果 日航和Welcome总共占用了企业再生支援机构出资额的九成 成为批判的矛头所指 甚至有人批判说 这是有意利用企业再生法 5250亿日元的债务被一笔勾销的结果 是债务免除额被作为利润进入公司的财务报表了 但是由于适用了企业再生法 这个5250亿日元的债务免除所带来的利润 却能在税务上被视作亏损 可以不断截转直到2018年度 也就是说 这个利润在七年间可以不缴纳任何企业税 企业再生法本来就是这么规定的 这是因为考虑到了重建后的公司 往往会很快再次陷入经营困难的局面 但是 日航却在盗胜的大手术之后重生为高收益企业 竞争对手 安娜认为这实在不公平 发出了悲鸣 安娜的经营也绝不是一帆风顺的 公司背负9000亿日元的债务 而咬紧牙关拼命 努力的经营 但日航重新上市时的市值还超过了 安娜给了他们很大的刺激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几年后就有可能被日航收购 所以他们的不满爆发了 在此期间 甚至有人说 媒体在回避于日航和KDDI相关的报道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这一定是因为欧和日航是广告的大客户 所以媒体才敬而远之的 不管怎么说 胡乱猜测到这种程度 也实在是太离谱了 每次翻开报纸或杂志都是类似的内容 所以道成觉得很受伤 为了国家赌上了性命接手日航 完成了可以说是自己经营人生的极大成之作 成果卓著 但结果居然有各种批判 虽说不是为了得到表扬才接手的 但由于充满恶意的声音实在太多 道胜的心中还是涌出了悔意 熟知道胜和夫这个经营者本性的精词和KDDI的员工 以及成和熟的熟生们都感同身受 2013年3月19日 道胜卸任日航董事的记者见面会召开了 从这一天开始 道胜为了重建日航而拼命苦战的阶段告一段落 在总部二楼的侧厅里聚集了超过100名媒体记者 到了预定时间下午5点 道胜和植木社长出现了 虽然穿着明亮的灰色西装 记着红色领带 显得很年轻 道胜却面色阴沉 植木开口说话了 关于从4月1日开始的新体制 由我来进行说明 在今天召开的临时董事会上已经决定 道胜名誉会长兼董事将卸任董事一职 今后 大西会长和我将会站到一线 以道胜为日航植入的哲学和分部门核算为两大支柱 保持谦虚 持续努力 植木讲完之后 道胜接着拿起了话筒 开始平静地讲述 三年前 我作为航空业的门外汉 以完全无知的状态 鲁莽地接受了大任 这是因为我希望能守护日航三万两千名员工的饭碗 减少破产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 日航的员工从破产这一死亡深渊中奋力向上攀爬 他们接受了我的思维方式和经营手法 使得业绩在短时间内得以恢复 成就了我自己都难以相信的极其优异的成果 对于大家的帮助 我从内心表示感谢 接着 他吸了一口气 继续说道 正在这种局面好转的时候 却有人开始吹毛求疵 诽谤中伤 他们对于好不容易奋起的日航的员工们 不是以温和的目光支持他们说 干到这种程度 不容易啊 反而是去敲打他们 我觉得这是令人极其遗憾的事情 我感到很心痛 难道社会就是这样的吗 世间就是这样的吗 关于内部交易的疑问 现在重新上市 股价上升了 这么说似乎也说得通 但在当时被认为可能会二次破产的当口 没人敢于投入如此大的资金 现在 有人用结果论来说现成话 这对于付出牺牲 冒着风险投入资金的人来说 就让人心凉了 我觉得很遗憾 一直都面不改色的淡淡讲述的道圣 在这一瞬间 面旁扭曲了 一定是感到特别遗憾 或许他的眼中饱含着泪水 但最后 当被要求向日本的经营者发出寄语时 他抬起了头 恢复了情绪 说道 日本企业的领导人 必须以更为强烈的意志引领企业前行 没有斗志的经营是不行的 希望他们想方设法 将自己的企业建设成优秀的企业 为此而燃烧自己的斗魂 最后 他用对后背经营者的热情声援作为结尾 道圣终于能够卸下重建日航这副重担了 感到肩上重担卸下的不只是道圣 记者见面会的几天后 道圣正贤坐在家里的起居室 在厨房里忙碌的曹子自言自语道 我呢 三年前去京大医院的医生那里 对他说 医生 现在开始的这三年里 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生病 麻烦您了 大西康之道圣和夫的最后一站 道成不由自主地转向曹子的方向 道圣在日航的就职典礼上投掷纸飞机 道圣卸任董事时 出席感谢会的日航员工 如果曹子病倒了 道圣就无法集中精力于日航重建 曹子担心自己在丈夫挑战最后的重大任务时 拖他后腿 所以才会对医生这么说 这三年间 道圣每周都有三四天不在家 道圣在战斗 曹子也在战斗 通过日航的重建 再度证明了 不管是什么行业 道圣的经营手法和经营哲学 都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作为一名具有超凡魅力的经营者 他的声望进一步上升 在日航重新上市的那年 2012年实施的调查中 道圣被选为理想的经营者 日本能率协会集团第一位 之前是松下性支柱 连续三年当选第一 在选择社长今年的社长 产业能率大学的排行榜上 也名列第一 这是以员工数十人以上的企业经营者 为对象实施的问卷调查 熟知企业经营之艰难的经营者们 对媒体的批判毫不在意 只要想象一下 如果自己站到道成的位置上 就会不寒而栗 所以 他们对道圣创造的奇迹 由衷的敬佩 从内心发出赞叹 日航的重建 是通过员工的思维方式 和干法的改变来实现的 而日本的重建 也应该可以通过日本人的思维方式 和行为方式的改变来实现 这也是道圣对日本政府发出的信息 但是 民主党政权由于揪山首相 在国内外失去信任而受挫 之后的奸首相 在东日本大地震中 凸显出的危机管理能力的缺乏和不成熟 以及为讨好民众而毫无准则的政策 使国民放弃了对其的希望 最终 以野田首相为最后一任 民主党被自民党再度夺走了政权 道圣对其完全失望了 从此以后对政治不再关心 很让人心凉啊 这个时候他又喃喃自语 但意思已经不一样了 第五章 日行重建的奇迹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第六章